嘿大家好,我是过期网红讲师尽叫大网Alex 那从今天开始呢,我给大家讲Python编程啊 96天从入门到今天 OK,那这个为什么要叫过期网红 因为很显然可能看这个视频的人都不知道我 但是,对吧,曾经我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 你现在不知道我,代表我已经过期了 是不是啊,开玩笑 那因为呢,我们进入到下面这个课程里 那在开始课程之前呢,我先进行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因为,对吧,过期了嘛,还是要充实一下自己这个昔日的辉煌啊 那我呢,之前10年加的IT行业技术经验啊 从07年入行啊,对吧 那个,然后先开始是从 可以说从最底层的这个网管做起啊 当然不是网吧的网管 虽然大学的时候在这个网吧做过网管啊 为了挣生活费 但是,呃,这个是在公司里的那种网管 其实,怎么讲,差不多 那么,然后后来做转运为啊 做网管没什么前途嘛 然后就转Lenux,学Lenux,自己学Lenux 当时啃着这个Lenux的鸟格斯房菜 那本书啊,台湾那个哥们写的就各种看 然后,然后呢,就转了Lenux运为啊 先在那个公安部做过,公安部,然后去维护这个全国的人身份证信息 后来呢,这个又去转开发啊,又做了8年的开发 从就开发,然后到驾骨师,然后做到这个 后来又在讲课嘛,从12年开始就开始讲课 讲了6年,到现在19年,讲了7年的一个课 这是这么一个情况,对吧 那我可以说是,应该我是行业内第一个 第一个讲Python的老师 从12年就开始讲,应该是没有比我早的了 所以是业内第一个做Python的 我09年就开始做Python 12年开始自己讲课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对吧 你要是想学Python,你到网上只能找到我的教程 不像现在,Python比较火了嘛 所以大家能找到各种各样的教程啊,对吧 这个,所以我就感觉我好像自己过气了 对吧,就是这么一个 那另外呢,是这个自诩为 这个业内知名的Python语言不道者 这个,因为,对吧 毕竟业内,国内第一个Python班就是我开的啊 对,anyway,那然后是1617年的 51419学院的最初学院喜爱的讲师 当时应该在,因为当时跟51419学院合作嘛 然后在上面的学员,就是看过我视频的人 是有400多万还是300多万忘记了 现在你还可以在514找到我很多课程 但是最近没有更新了 那,然后我做过基本快源软件 在工作的时间内 有差不多有个三四款吧 但是,三四款基本上是做IT自动化开发方向的 对,你可以,你如果用Gatehub在网上可以找到我这个项目啊 我从12年就开始做开源软件 但是,哎,现在看之前做的其实写的挺烂的嘛 因为,但是怎么讲 这个,这个也算是经理啊 anyway,那这个 后来在这个公安部 就是先后嘛,在公安部 然后我又是飞信的第一个 大家记得吗,倒闭的那个飞信 我是飞信的第一个Lenux工程师 然后后来去了中金公司 中金公司大家也知道啊 就现在被阿里腾讯都投资了 对吧,它是中国最牛逼的投资银行 在那里干了两年多 混了两年多的金融圈 然后觉得,哇塞,好干得上 对吧,当时自己只是写代码 然后觉得,哇塞,写代码一个才挣2万块钱 这个感觉没前途 看着我这个,当时我在国墨大厦 国墨大厦这个24层 然后,我们从24层 从22层好像,22层到28层 全都是我们公司的 然后,坐一个电梯嘛 你在电梯里就能,通过穿着就能分清出来 虽然我们都要穿正装嘛 但是你通过穿着,穿着依然能分清出来 谁是程序员,谁是 这个,做金融业务的 你就看见,看人家那个衣服 那个质感,感觉就明显 他们比你高好多个档次 你这优衣库200块钱买的 人家他们,对吧 最低一个衬衫就得好几千 就这样,就看他们 反正挣了很多钱嘛 所以就,这个 觉得做技术没什么意思 然后中间我还转过行 转过行,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销售 对吧,就是这个卖课程 可以在华尔街英语做卖课程 刚才写上了 然后干了半年销售之后 觉得,哎呀 天天给人打电话 他们就跟退销保险一样 太苦逼了 所以觉得还是做技术好 所以我又回来做技术 但是我做了半年销售之后 我再回来做技术 转行之后 就是你,你其实你可以 因为你销售的时候 你之前是卖课程了 那你后来你再回来做技术 其实你更意识到说 你想把东西卖给别人 那你,对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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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去让自己 就是,你这个产品啊 对吧,怎么去进行包装啊 进行各种东西 但是,当我回来做技术之后 我就意识到说 那你一个人 如果想再,怎么讲 就是,想混得好 对吧 那你肯定要有 也不能说包装嘛 而是说,就是说 你要有过人之处 对吧 那人家客户买产品 还要再谈对比 那你,就是你去 你去公司面试也好 你去什么也好 那人家公司 肯定同时面试 好多这几个求职者 人家也会再对比 说,对吧 凭什么我要招你 我凭什么不招他 对不对 你要有自己过人之处 那好多人可能只是简单的说 哎,我学历比谁高 对吧 但是你光是拼这个学历 当然它是很重要 但是有些东西是没法改变的 对吧 那你,你去 对不对 那人家就是清华北大的 那你就是一个烂七八糟学校了 这个是不可逆的 对吧 但是,所以除了这个学历之外 你其实依然有很多维度的 可以对比的东西 所以就说 安妮妹吧 就是,我觉得还是学到很多东西 那后来,就是回来之后 我就去到了诺基亚 诺基亚中国研究院 然后在那里干了一些时间之后 诺基亚就黄了 我在飞行干了一段时间 飞行黄了 对吧 然后,那个我去诺基亚 诺基亚黄了 对,然后后来我就去的这个Advent 它是一个美资的做 这个金融 做金融软件的 Sorry,我们那个软件管理着 全球这个60%的私募资金 几十万亿吧 非常牛逼 非常狂大一个软件 我们那个架构师 就我们的数据库都是自己开发的 都不是用的 MySQL, Oracle这种常规的关系型数据库 我们 这个 就是都是自己开发的 大家 如果搞技术的人 听我这个视频 你知道这个 数据库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一个东西 对不对 你不光是存 存简单存数据 重点 你要想让它查 查呀 存呢 都很快的话 它是要求非常牛逼的算法的 那当时我们那时候 优优独自己开发 然后我们那个 软件的架构师都60多费了 白头发了 还不能写代码 老牛了 特别佩服他 然后后来去了七十日加 对 我其实之前在金融公司 做了好几年嘛 对吧 然后后来为什么又回到互联网公司 是因为我从一二年开始讲课 然后开了一个班 到后来班越来越多嘛 然后我就发现我的学生 我利用周末时间讲课 周六周日 对吧 所以一开始是指周六讲 后来是周日也有班 就周六周日讲 基本上我从13年开始到17年 基本上这四五年的时间 就没有修过周六日 因为平常还上班嘛 对吧 所以钱是挣了点 但没时间花 那在金融之家 是因为我的好多学生 他是从互联网公司出来 在我们那里周末去学嘛 所以就是我想讲的东西 更贴切一些互联网用的东西 所以我又在2014年 回到互联网公司 在汽车之家做那个教育师 我去汽车之家的时候 汽车之家 那时候其实了解 喜欢汽车的都知道啊 大家看汽车的信息 都到汽车之家上 他每天的PVE 那个时候14年 就差不多两个亿 然后其实还是蛮大的一个公司的啊 然后那个 我去的时候 我们那个部门都是用PVP用什么 我去了之后开始推广用Python 现在他们都在用Python啊 对 然后还有爱好读书啊 电影啊 音乐旅行啊 潜水 当然最终还是姑娘啊 对吧 就是这个 这就是我啊 快速的介绍了一下 然后大家这个 想了解我更多呢 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啊 对吧 虽然过气了 但是我尽量再维持自己的日记 然后微博我更新的少一点 但是知乎上我就是偶尔我心血来潮 我就回答几个问题啊 写几篇文章啊 有关于技术的 有关于这个职业发展的啊 反正这个你到网上就可以 就后面这两个名字嘛 都可以找到我啊 OK 那讲完自我介绍之后 啊 我就现在说 那我 呃 我 我的 这个 就直接看下一页吧 OK 进入一个大型装备线上 你突然间为什么要装备了 啊 我想 因为这个跟后面的 我要讲的东西有关系 就说 呃 我 我一会儿想给大家讲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课 然后呢 但是 首先 我在这里说的是 我其实已经有七年的 就我从一二年开始讲课 啊 然后呢 开始是给别人 就是相当于当老师 后来我就成为 因为讲的好嘛 对吧 然后 学生越来越多 就是有点慕名而来的意思 那个时候真的是 慕名而来的意思 然后 就是 所以那你 后来我 因为我待的那个机构比较小嘛 所以就后来成为这个 这个合伙人啊 成为合伙人 然后后来就越来越多大 然后我们基本上 现在年收入 啊 差不多有个 打几千万的一个样子吧 然后 啊 我你到公开 你可以查一下 叫老男孩教育啊 对吧 就是 还是可以查到的 我们在这个 Python和Lenox 那里还是比较知名的啊 对 然后 所以 怎么讲 我其实是 就下面这个图 我其实是 在2016年的时候 15年 我基本上下 我就年轻超过100万 当时我还在 我还在工作嘛 其实是家工作 然后再加上 我在兼职的一些收入 后来我在 15年底啊 16年初就全职加入 这个老男孩 就全职讲课 全职讲课 然后怎么讲 反正还是挣到一些钱啊 所以 这个 这个怎么讲 我就 这个16年买了特斯拉 然后 所以我应该是国内第一个买特斯拉程序员 啊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 我应该是国内第一个年 年收入超过500万 却依然还在一线做技术的人 啊 对吧 我就 这个 是这么两个装逼的一个情况 但确实是 然后 呃 我想通过这两个事 想给大家传递的 就是说 其实 我已经 就是至少 不是大富大贵 但是在 在 也不是很缺钱了 对吧 就像 就是 就是已经过了为了钱而 激动的 那么一个 或者我要去做一个事情的那个阶段 我 其实我觉得2015年 16年 你说那个时候 我讲课 说白了 你跟我讲情态 说我为了 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培养多少人 其实没有 太简单点 那个时候就是 对吧 讲课挣钱 对吧 就是这个样子 当然你从讲课中也能得到乐趣 学生喜欢你 你就开心 那 但是到了16年 怎么讲 就是 就是整个16年 我们其实还是挣了一些钱 我们十多个人 然后 年收入超过1500万 就想吧 每个人 我还是合伙人 那每个人能分多少钱 所以16年 我就全款买了特斯拉 对吧 那时候还挺贵的 下来90多万 然后 但是过了 我买了 我特斯拉 我其实之前特别期待 我这个 我在直呼上 那么2014年提过一个问 说 这个 屌丝怎么能买得起特斯拉 因为我在七十之家的时候 我们对面就是新东方 新东方楼下就停了一辆特斯拉 我怀疑那是新东方的一个高管 然后2014年 你那时候要有特斯拉的话 就多牛逼啊 对吧 就是真的 超级感觉 就是后现代的一个车 就远超 即便到现在 你看特斯拉 依然领先 它的整个的科技感的东西 依然领先 所有的市场上的车 对不对 百万级的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这个保时捷 什么宝马 都比他们强 就是至少从科技领域上 那2014年 你去看那个市场 依然 那觉得更加的努比 所以我就每天下班去看一看 就中午吃饭的时候 六班去看一看 看看人家那个车 所以当时我就 犯二啊 然后在知空上提了一个问 说白领 对吧 就是怎么能买得起特斯拉 然后没想到这个 就好多人 也没好多人 关注的不多嘛 就有几个人给回复 说你要先去韩国整个戎 然后回来做亚 对吧 然后有的时候你这个 讽刺你说你别 别玩手机了 快领导让你去搬砖 就是类似这种 这个事就过去了 我也没有当真 但是16年不小心 我就买了这个车 然后我就自己这个 跑到网上 然后正好看到我知乎上 自己提了这个问 然后我就回答了一波 然后就那意思就是 就是我就说了一下 我是怎么买得起的 那这个东西就 我就写完 我就放在那了 然后过了两天 我就上知乎 我本来都忘了 没有认真在想这时候 我上知乎一看 卧槽 这是基本上900多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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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言 然后 还有私信 然后我都疯了 然后就一下子火了 因为那个被推到知乎 首页了 就被称为是一个 屌丝逆袭的一个故事 你想啊 两年 就三年 两年前你自己提了一个问题 然后两年后你实现了 然后你还回答一下 你不就感觉很好的 一个逆袭故事吗 所以在知乎上火了 然后还被推到朋友圈 然后就上百万人的阅读 所以我真的曾经是一个网红 是不是 那但是 2016年我拿到这个车 然后我玩了只有两个月 就突然间我就感觉 好像这其实并 就是那种 就那种 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 就是物质能给你带来的快感 快感是非常短暂的 我是确实的体会到了 就是我之前以为 2014年到2016年 我就想着说 我要能买特斯拉多金币 我就感觉 我就是为这个目标而奋斗的 但是当我得到的这个东西之后 发现这其实并不是我想要的 然后怎么讲 就是所以 这个这个就觉得没什么劲 到了 然后并且就是后面再去开班 之前开班还能挣钱挺兴奋的 后来习惯了之后 我说一个班 对吧 我们这个七八十人 对吧 就是打一 打一百好几十万 然后没什么感觉 对吧 所以我就比较迷茫 就是 就是这个 就不知道 虽然就是钱是能挣的 一年能挣的几百万 但是那那你那干嘛呢 你需要的东西都有 你要房 你也有房了 要车 有车了 要姑娘 也有姑娘了 对吧 那那你那你还图个什么 人总是要就是要往上走 对不对 你不能光停留在一个水平上 光停留在一个水平上 你就会焦虑 对吧 因为你觉得你 没有产出什么额外的 就是你没有成长 对吧 所以当时我其实还是迷茫了很久 迷茫了很久 所以 后来呢 我就 反正最终 终于想到了一个 这个 这个目标 目标就是 后来我就去硅谷嘛 然后我去硅谷 参加谷歌的技术大会 然后就参观了一些 Airbnb Facebook 这样牛逼的公司 然后包括跟那边一些创业者去聊 然后那些创业者就真的是 嗯 怎么聊 我来喝喝水啊 那些创业者真的就是 就感觉很单纯的 他就说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 然后人家想 人家说 我要做这个东西 我要改变世界 就你感觉这个话 从他嘴里说出来 一点都不装逼的那种感觉 对吧 你要中国人说 中国某个创业者说 我那时候说 我要去改变世界 我就觉得这个很装逼 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说 但是那些老外创业者 就真的 他就是很单纯的说 我要做这个事情 我想怎么样 我要影响世界 然后 我觉得我发的内心 我觉得他们可能发的内心 是这样想的 因为其实他们并不缺钱 那些 大家知道硅谷就在那个 旧金山嘛 硅谷 然后周边就 就是斯坦福大学嘛 那这样能上斯坦福的 基本上至少是中产阶级 那些好多创业者 都是斯坦福毕业的 家里从小都不缺钱 他不像我们中国的 好多草根创业者 像我 我之前 对吧 我这个上小学的时候 还在地里干活 放牛呢 对不对 这个我现在脚上 还有这个当时牛踩的 我的这个印 被牛踩了 老他妈疼了 然后手上还有这个被 当时割麦子 用镰刀割的那个 不小心割到肉了 那种 对吧 就是你身上有很多贫穷的印记 然后那你可能就是 最直观的一个想法 创业 我要实现财富自由 我要怎么怎么样 对吧 好多人都是 中国的创业者 都是这样 草根创业者 然后就比较浮躁 比较什么 但是他们不缺钱 他们不缺钱的情况下 他创业其实 可能就是为了一些 更高级的 更大的一些目标 这东西其实对我蛮震撼 我虽然比较晚才实现了一个 不能叫财务自由 但是有一点钱的 那么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我就跟 我就特别能理解 他们的那种 就是说想改变世界的想法 就像我当时没有目标 一样 所以我也想 到底我能做点什么 所以就是怎么讲 这个到现在吧 所以我就终于想到一个目标 就说我要去做一件事 就是我现在 如果只是在线下讲课也好 我觉得我能影响的人太少了 我希望我能影响更多人 所以呢 这就是我为何要讲 这个课的一个理由 一个原因 说了很多 那讲这个课 我想达到两个目的 第一个呢就是 当然不是只讲这个课 其实我们成立的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就 这个小言圈这个项目 小言圈这个项目 其实就是 它的一个目标 它的使命就是 帮一千万人学好编程 我们会有各个学科 Python Learnings Java PeerPier 各种 对吧 你想学什么学科都可以 然后我们找最好的老师来录课 那当然Python我擅长 我就自己录Python 那这整个目标就是 帮一千万人学好编程 那整个中国的程序员的话 现在据一些不可靠的官方统计 差不多有两百多万 对吧 那整 这个当然不包括什么运营 美业测试 那全加起来可能有个四五百万 这个样子 它也不到一千万人 但是我相信中国的这个整个 随着人工智能 这个后面的发展 我相信程序员会的越来越多 包括信息化的东西 那之前基本上只有互联网行业 用程序员会比较多一些 传统行业用的会比较少 现在大家知道这个其实已经分不开了 对不对 互联网实体对不对 他们是紧密结合的 所以越来越多的实体行业 需要工作程序员 那把整个中国的各种企业 全都信息化的话 那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一个 一个什么 我觉得这个人数最后远超一千万 就是从业者远会超过一千万 然后所以我的目标就远 对吧 就是这可能是接下来十年要干的事情 对吧 帮一千万人学好变成 你像现在我们一年虽然大几千万收入 但是我们的学生也就几千个 那几千个的话 我觉得 你不能说它没有意义 但是就说我可能已经不满足于这些 对 那但是你要想帮一千万人学好变成 你肯定通过线下这种开学校的方式 是没有系的 对吧 所以那是不可能的 那就是说我通过线上 通过线上我如果是收很贵的学费 也不可能 对不对 你像我其实还有一个项目 叫陆菲学成 那陆菲学成的话 他的学费就会比较高 都是九千一万甚至两万的课程 那这种的话 就是学生会注定比较少 因为你去看很多 虽然 虽然我 我现在就是说 咱们 或者是在北京啊 北上广啊 说一个月花个几千 花个对吧 我每个月生活费可能就 对吧 几万块钱 这个东西 你可以可能习惯了 但是 但是在二三线城市 好多人 其实 特别是大学生啊 还是蛮 生活上还是比较拮据的 因为家庭条件可能也是农村的 对不对 那可能也不是特别好 你让他去花个几千上万块钱去学课程 这是 虽然他想学 但是 资金上不支持 所以 我 我 我又不想 我现在又对 挣多少钱 兴趣又不是 当然能挣钱最好了 但是又没有那么强烈 所以 我觉得还是希望能影响更多人 所以呢 我们就 小圆圈就是一个 对吧 你要达到这个目标 那你一定是低成本的 所以我们就是 采取了这种 免费 的模式 这免费的模式就是 你可以免费学嘛 对吧 免费学 然后 当然了 那公司也要生存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是针对那些 这个 有点钱的人 就适当的收一个会员费 就非常便宜 对吧 百八十块钱或什么的 我觉得 那种想学习的人 那 发现这个课程 如果觉得这个课程好的人 对吧 付个百八十块钱 然后能学到说一门技能 最后 比如说能通过他 进行一个好的就业也好 或者是说你纯粹为了兴趣 你能通过他做很多不错的事情来想 我觉得这个 投入产出比是非常值的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设计 另外一个就是 我希望能通过技术 影响更多的人价值观 和帮年轻人走完路 怎么讲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 包括我现在我们 虽然我自己也讲课 但是我 因为我们好几十个班 对吧 我们现在校区也有好几个 北上广都有 然后 怎么讲的 就是 我 我经常给我们的老师培训 我就跟他讲 我说 为什么我能成为过气网红 你们不能 就是因为你们只在进行讲课 你只在进行讲课 当然 我就说市面上能把知识点讲清楚的人太多了 这个多你一个少你 多你一个不多 少你一个不少 能讲 但是 当然这是必备的一个要素 那你讲识你最重要的是把课讲明白 但是就是说 我依然认为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 不是一个技术能决定的 就是你 你如果技术再好 你的这个人品有问题 你也会不好 因为我现在越来越看清 我在公司 我们公司整个一百多人 然后我经常招聘啊 各种 就因为我是两个创始人嘛 所以 就是 我 我在招聘 我在 并且是后面整个工作过程中 我会观察下面的各种人 就是我觉得 技术这个东西都可以很快的去学会 但是一个人的人品 或者他的好多价值观的东西 是很 很难改变的 很难改变的 当他形成了 当他稳定了 所以我就能眼看看 眼睁睁的看着很多人 就是 怎么讲 就是可能就因为 有能力 但是可能爱贪点小便宜啊 或者是老盯着眼前利益啊 或者是这种 就慢慢把自己的路给堵死了 对吧 我 其实我不希望我的学生 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在现象讲课 依然到现在如此 我就经常 边讲课 我会边穿插着一些 我对 各种事情的看法 我觉得 即便 就是无论从个人做技术角度来讲 我至少 我不能算多成功啊 就是我至少 我觉得还混的还可以 对吧 你从一个屌丝的网坊 混到对吧 年收入上百万 对不对 然后从一个创业者的角度来讲 我又能看到好多事情 对吧 虽然我们创业现在还没有失败 对吧 还在成功的路上 而另外一个就是从老板的 从管理的角度 对吧 我去看下面的员工 我希望我的员工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我 并且我中间后 我做技术 然后我从网管做到运维 然后做到开发 做到架骨师 然后又做教学 做老师 然后又做个销售 然后我又去过很多国家和地方 然后 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多视角的 可以看事情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希望我能把我好的想法 分享给我的学生 然后能对他们有积极的影响 这就是我对我下面的老师经常讲的 我说 你记住这句话 就是一个好的老师 这个除了正常讲课之外 一定要对这个学生 要对这个学生的价值观 世界观 产生积极正向的一个影响 这是我 但是好多老师不以为然 所以 对吧 所以就是说 最后变成了 我讲了好多东西 然后 有些学生产生了影响 然后产生影响 我就感觉到他 并且后面 对吧 能看到他的变化 我就觉得特别吸引力 我觉得这个比教他技术还要牛逼 所以这就是说 我希望通过 但是后来因为我讲的课少了之后 怎么讲呢 我如果是只是单纯的给大家讲鸡汤 我觉得你们可能好多人也不愿意听 你觉得这个东西太干了 但是 所以就是说 我需要一个载体 这个载体就是说 我在给大家讲技术的过程中 我可能会穿插 比如说 对吧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技术 今天讲这个技术点 然后我们可以绕十分钟课 然后讲讲我正好发生 我今天面了一个谁 包括今天我正好面试了一个哥们 对吧 我就觉得 真的 我就跟我面试哥们年薪药 80万是一个运营总监 之前在一个知名的 培训机构做过 对吧 非常知名的 80万的年薪药 然后但是聊聊聊 感觉很水能力 我就跟我的同事感慨 我跟我的学生感慨 我说你看 真的是 千万不要在公司混日子 你混日子就会发现 你可能在这个公司混了好多年 然后你的工资也很高了 然后你出去之后 你的期待也很高 但是你的实际能力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然后你夸你要80万 别人觉得他们你连累2万的水平就达不到 所以导致你找工作就很碰 会很碰壁 并且你工作年龄越大 这个事情越严重 就是你在一个比如说你做这个事情可能做了10年了 但是别人对你的期待就会很高 10年应该是一个非常经验丰富的一个老手 甭管你是做技术也好 做业务也好 对吧 但是如果你别人最后跟你面试完之后 聊完之后对你的判断可能比新手强不到多少的时候 别人就会非常失望 你的机会 你就没有机会 对吧 所以 就是类似这样的 对吧 我就就是经常我有感而发 我就会给学生分享各种东西 所以并且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 潜移默化的对人产生影响 我就在思考 如果我能 对吧 就算把这个课全都免费了 然后如果真的是能最后上千万人的去看 看过我这个视频 然后对吧 然后我就把我的好多东西想法影响了 影响了一些人 一千万人不可能都影响 可能对吧 哪怕影响其中的十万人 我觉得我就好 我就成功 我就真的是成功了 我就 对 这就是我的一个单纯做这个事情的想法 好吧 当然啊 我们这个课程80%还是技术 可能20%穿插着我自己的各种 对吧 需要这个载体来穿插我的价值观的一些东西 对吧 OK 这就是我的一个想法 好吧 那 然后 接下来 这个 当然还要快速说一下 为什么学Python 两个重要的点 第一个 它是对于 甘管你是转行的也好 就是你之前没有做过技术 做过IT 没关系 或者是你是本来就在做技术 但是你要学门新的语言 比如你是做运维的 做网管的 你想学开发 做测试的 想学开发 做运营的 想学开发 做设计的 没有问题 那你一定要选Python 因为Python是真的是最友好 且合适的入行语言 你如果一入行学Python 也好 学渣渣也好 当然学Python 比如说Python 它是做网站开发的 它的难度跟Python差不多 但是它的局限性很大 就是 就是你 你可能只能 走网站开发那一方向 你可能学那个合适 然后你渣渣的话 就会难度高一些 所以Python最合适 一个是 它容易 另外一个是它什么都可以做 什么都可以 它是一个万能的语言 接下来看下面这个东西 就是 它不光是万能 并且是现在最热门 最前沿的语言 人工智能 数据分析 对吧 这两个 是 相当于你要想搞这两个 那你必须要会Python 对吧 现在 不光是做程序员 你好多 比如说做金融 我好多做金融的朋友 都现在开始学Python 包括 我这个 其中某个人 女朋友的这个 这个 这个 什么 她的好多同学 也都开始 她是学英语的 对吧 然后她好多同学 这个也开始学Python 然后 所以包括现在小孩 对不对 你上学 这个开编程课 里面也都有Python 对不对 这是这个 所以 它是一个万能语言 什么 什么都可以做 所以呢 综合这两点 又适合入门 然后呢 学完了之后 又能做各种事情 不管你是在什么领域 只要你用到 技术相关的 需要程序实现的 你都可以用Python实现 那所以它就是最佳选择 对吧 这就是为什么学Python 然后正好我又是 对不对 这个业内最早做Python的 所以大家 如果你有信看的这个视频 你就不用在市面上去找 其他乱七八糟的 老师的视频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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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有信心的 好吧 其他老师讲这个课 是为了挣钱 但我讲这个课 就是为了 心情好 所以 anyway good 咱们 车车轮完了 然后呢 接下来给大家 讲一下咱们整个的课程体系 这课程体系叫 98天独家自工密集 刚才不是96天 98天 96天自工完 后面两天休息 OK 那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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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集呢 我要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这个 就是咱们接下来 整个课程要怎么去讲 其实我是想的是 怎么讲呢 就是 你从入门学了之后 这个 你最后学完了之后 可以 能达到 跟着我学 能达到一个 说我 我把它真的当作一门 我的工作技能 对吧 我可以用它来找工作的 那么一个水平 那其实要学的东西 还蛮多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不好 OK 我在这里画了一个图 一个图 那Python 其实能做的那么主要 那么几大方向 工作方向 基本上 能数据分析 爬同 web开发都开始讲 那个数据分析呢 其实 它要设计东西 比较多 就是你除了 学会Python之外 就是 就是我 你除了 就是我 首先这个课 我都会给大家录 但是 要知道 比如说像人工智能 像数据分析 特别是人工智能 它的 核心难点 好多人以为 我学了Python 就可以做人工智能 不是的 它的核心难点 不是在于语言本身 在于这个编程语言本身 它的核心难点 在算法 这个算法 也就是说 我写人工智能的这个算法 这个复杂的算法 它用什么语言写都可以 它用Python写也可以 用Java写也可以 但只不过是Python 相对来讲 用Python写的人 基本上 大概都用Python写 对不对 所以 它就必须要学Python 才能做人工智能 你也这个意思吧 但是不是说 学了Python 必须 就肯定能做人工智能的 OK 那你做这个人工智能 最难的是算法 那算法就涉及到 各种数学知识 反正说白了 这个那方面 我也不行 我也不行 但是怎么讲 还好我们能请到 最牛逼的 做这个人工智能的讲师 机器学习相关的 神经网络相关的 那个老师可以给大家 录那一方面的课 但是我擅长的就是 其他的 比如说我都可以录 那比如说 你看数据分析 其实也不光是 这个Python的知识 它涉及到一些 基础的数学知识 对吧 大学里学的概率 统计学 对吧 一些线性代数的东西 这个是需要的 咱们当然课程里都会讲 但是你再讲 我不可能把线性代数 给你讲一遍 对不对 所以你要学那个的话 你就需要一定的基础 OK吧 但是好多 比如说理工科的大学生 他就可以学 好不好 毕业的 文科的就算了 对吧 我媳妇 算不说了 我没有媳妇 我没结婚 我单身 单身王老五 这个欢迎女同学来找我 对吧 我的知乎 你都可以找到我 OK 我其中一个女朋友 她是北大毕业的 北大的这个 对吧 她是文科的 但是你现在在问她什么 现行代数都他妈忘没了 OK 接下来这个 就爬虫 爬虫的话 好多人可能不理解 但是我能说的是 你基本上 就是爬虫是在我们身边 我们每天用百度 用什么这些东西 百度很重要一部分 就是爬虫技术 你通过百度去搜 说我要搜 这个老男孩教育 或者我搜金角大王 过去网红金角大王 那你搜出来的东西 不是说百度 立刻帮你去找的 是百度 其实已经从各个 包括我们小圆圈的网站 他之前就 给我们小圆圈的网站 就把我们的数据 都给他抓取下来了 通过一个脚本 抓取下来 存到他自己的服务器上 然后这样的话 你一搜 百度 你搜这个 小圆圈 才能在百度的 就立刻展示出来 他不是说你搜的时候 再跑到我们网站 而是他提前抓下来了 那这个提前抓下来 的这个动作 就是用爬虫 这就是爬虫要干的事 爬虫爬数据 爬下数据来进行各种分析 各种什么 商业使用 所以这个爬虫工程师 还挺值钱的 这个回头我们再讲 这个爬虫里面涉及的知识 就 反正这个 就是我们都会讲 就知道了 好吧 都会讲 还有网站开发 还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就是怎么讲 人工智能领域里的 对不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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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到很多数学的东西 数学的东西 这个其实有一定的难度 反正 这个我也 我也搞不明白 所以我都 对吧 我只能会一些基础的 自动化开发 自动化开发 这个 我之前专门做过 做这个 我还写过几个自动化的软件 所以这个 我特别擅长 自动化测试 我们也会讲 然后呢 云计算开发 云计算开发里面 就是你学完了python 可以搞云计算开发 然后这个领域 你涉及到一些东西 我们也会 讲一些 讲一下比如说 Docker K8S 这个云计算 OpenStack 包括Linux 我们有一个专门 Linux学科 你如果想搞云计算开发 你就可以 对吧 学了python 再学Linux 那你就可以做云计算开发 工资还挺高的 我有一个学生在联想 然后一个月三万六 就是做云计算开发的 价格式 对吧 那基本上 这是一个使用方向 那你要学 就是你学了 使用方向之后 也就是说 这几个哪几个方向呢 你其实前面都涉及到 有几个必备的东西 你需要学 它不能叫Python基础 但是就说 Python基础在这里 那除了Python基础之外 你还有一些进阶的东西 OK吧 核心编程 数据会开发 你把这三块都学完了之后 你才能开始学后面的东西 OK吧 所以 差不多是那么一个路线 所以我们先会 我先从基础 去反应一步步 给大家讲下来吧 对不对 那后面的 比如说其他的 可能我们会与其他老师 给大家同步的去录 大家不断的关注 咱们小圆圈上 就在不断的学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呢 这个基础呢 基本上差不多 我在这里 也不给大家讲 讲这些细节了 如果你是一个纯小白 你现在也看不明白 对不对 反正就是 差不多学个三周 到一个月 如果你自己学的话 就自己看视频嘛 对不对 就是差不多学个 聪明的学两周 慢的你就学 差不多一个来月 你就可以把基础学完 学完基础之后 你就可以学这个核心编程 核心编程里面 涉及到 我就说 怎么讲 就是复杂一点的东西了 复杂一点东西 往面向对象开发 面向对象编程 就可以写大型项目的 要用到的基础 然后网络编程 比如说 可以写这个网络软件 对不对 这个 这些需要用到的东西 这个的话 可能差不多 也得学一个来月 后面就学数据库开发 数据库开发的话 就是对吧 那你做任何的软件开发 都离不开数据库 因为你要大量的数据 需要存储操作 对吧 肯定要存到数据库里 对不对 我们会给大家讲 这个数据库 其实还 对 这一块也挺重要 所以这前面全学完的话 差不多应该 数据库应该学个两周左右 全学下来的话 应该是两个半月 两个半月左右的一个时间 两个半月到三个月 学完这个之后 你就可以后面选方向 我想做网站 你就可以选外部开发 外部开发里面 有很多东西 对吧 前端的知识 咱们有一个专门的前端学科 你可以学前端 对不对 学完前端之后 还有跟Python怎么去结合 你在浏览器上 看到的各种页面效果 各种页面效果 是怎么实现的 这个都会交给大家 这个东西还挺多的 真的挺多的 另外就是你去学其他的 反正每一个都 都有好多东西 对不对 那就到时候就是说 我会给大家指 你学这个 我们哪些知识 可以适合你 对不对 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 差不多的一个课程体系 所以我就是 我会从接下来 开始从头给大家去录 去录 那希望大家呢 能跟着我一块学下来 别都不敢说 但是别都不敢说 我至少讲了六七年的课 我觉得就每一个知识点 就是以什么方式讲 最合适 你都能理解 这些东西 我已经滚瓜烂熟了 对吧 所以我就是你如果想学变成 想学Python跟我学 我认为是一个最高效的 就是市面上你能 就是我认为是一个 最高效的一个课程 好吧 那就是这样 所以OK 那接下来我们的导学视频 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剩下的就是 真正讲技术了 对吧 那这个差不多就是这样 然后后面我们讲 技术知识点的时候 当然不会这么啰嗦 跟大家扯那么多蛋 那就一个知识点 可能10分钟15分钟的 就给大家去讲 然后另外接下来就怎么学 你不能光看什么 你要跟着我 对吧 边看边操作 对不对 编程最重要就是一个练 练 好 那OK 接下来咱们就跟着我一块 开始开启装逼 自公之旅吧 好吧 拜拜 See you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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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